那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首先是市政报告 其实今天也是说了一天了 基本上都觉得说很长嘛 对不对 我估计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 很有耐心就有一条一条的解读 那我们就是也是看到有很多 跟那个土地相关的一些政策 据说这一次 大家在提意见的时候 也是土地方面房屋问题 始终都是香港人的那个痛中之痛 中心的中心的问题 那个我们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 它里面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先是看到说是 如果是跟土地计划相对有点关系的话 就可能说到的是明日大雨的那个计划 那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大雨山那边 而且是说现在的面积 比之前大家想的还要再大一些 达到一千七百公顷的一个人工岛 有一些天海的 之前不是刘德华还给他们做了配音 然后那个现在的还说是 发展商也可以用来申请一个叫做 土地共享发展农地的一个项目 当然了如果是共享的话 它其中一部分的土地就要用来新建 公营房屋了 同样的之前已经传出来了就是如何要新增的一些土地 新建的住宅单位呢 希望那个其中七成的能够是主要是用于一些公营房屋的 同样的也会有一些活化工厦来做过渡性房屋的这样的一些政策 那简单的如果大致的看一下的话 给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价 是不是很明显就是那个公营房屋的一个比例的增加 以及土地的一个增加 在很长就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 是能够很快地给这个市场带来一些冲击的呢 其实我想这个也其实就是大家还在 其实我觉得还是在讨论的一个过程当中 对 还没有通过的 但是还有你会注意到包括在大嶼山这一边 那么如果你说填海 那么其实这个其实大家也是比较多的一个讨论 那么其实如果你说在农地这一边 其实也是在说会有一个共享 那么其实中间讨论的这个情况 因为涉及很多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 利益 对 那个其实出来你看 可能一方面可能如果你说填海 那么这一边可能涉及到了环保 那么这个其实各方面 其实大家有没有个共识 那么这个其实 我觉得目前大家还在一个讨论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总体的方向出来 那么如果农地这一边 其实包括你对这个补这个地价 那么这个出来的其实大家也是 可不可以谈得下 是不是大家也是有这个出来的一个共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在讨论的 就是也有可能还是像之前前几年一样 我们都知道很多发展商手上握着很多的农地 但是怎么样呢 这个地就批不出来 那个补地价怎么样也给不到那个位置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就是 这次会不会好一点呢 他现在说我们都能够和政府去共享了 我们也有一部分供应房屋的 那如果你补这个补地价 其实补得太小 其实有一些方面我觉得出来可能也会找 你补那么小 其实也给了这个发展项 是不是有一个利益的一个输送 那么补得太多 其实肯定发展商也不愿意去补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 大家希望可以通过一些讨论 那么其实也可以把大家就是拉近 拉近的时候其实才好谈 因为如果现在 我感觉就是没有一个主导的一个方向出来 那么大家都知道的了 这个房屋的一个供应 其实目前还是比较紧张的 那么但是如果你说填海 填在哪里 最好不要填在我的房子旁边 把我的海景全部给遮掉了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一方面要谈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要 大家是不是可以就是更多的 也为对方来想一想 这个其实大家比较共同的来做一个探讨 一个发展方向会比较好一些 你说到的一些点 其实也是一直以来的一些困扰 因为有不同的一些利益的一个角度来出发 那本身也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进入到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 其实对于楼市的一个展望 或者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新闻 我也不知道是新闻的因素角度的问题 还是真实的一个楼价的反应 至少不少的都是说减价多少卖楼 或者怎么样 好像这个整体的一个楼价的一个气氛 和之前那种炙热的那种环境 又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有时候你知道这个时间点 就是在最热的时候 我们说不行 这个楼价太高 你要土地增加供应 就最害怕的就是等楼价开始跌下来了 土地供应真的出来了 但是如果是真的要做事情 这个时候我觉得反过来是一个时机来的 因为如果你说这个楼价涨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你涨着一些其实涉及的利益更大 那么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回到股市里面 你看如果是本来有一单这个楼价要做的 那么市况比较好 那么不愿意按一个比较低的这个价格去 买不到 对 那反过来 双方面可能因为有一些新的这个情况出来 那么双方面可能也会在新的这个情况之下 会有一些让步的这个空间 所以最近你看到一些卖楼这边 一些特别就是大家可能溢价的空间是加大了 那个其实反过来 其实反过来促进一个交易 其实这个概率是更大的 所以反过来如果现在这个利率有一个向来 那么大家有一些新的这个 你没有一个变化 其实你很难谈的 反过来有一些变化 这个利率向来 其实反过来这个 是不是这个大家让步的空间多了之后 其实谈起来会比较容易吧 希望是这样 也希望是这样